你说犯错的人是游称浩 你说犯错的人是游称浩 为什么我得被二十四小时监督啊 这不是监督 这是保护 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游称浩都被关押了 就这何必呢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 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 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 身边都是熟人 可这一次呢 珊珊跟溜溜一起创业 两个女孩子 若是珠宝行业 怎么低调得起来 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 珊珊 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 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 我没有担惊受怕的 风雨 你要是来替风腾当说客的 就免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还那一千万 我 我也不可能 现在就丢下溜溜一个人 辛苦经营呀 我知道你有骨气 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健康 你的安全 上一回你身病住院的时候 我哥人都急疯了 这一次那个王虹脸上的伤 倒是在你的脸蛋上 我可不气死才怪呢 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 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 那你也不能把珊珊 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白 做生意嘛 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 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 没有素质的客人 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 我就不做了 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 李树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在这儿挑鞭骨 风月 你放心 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 只是我眼前放不下 我总想着要还你一千万 以后你们就叫我一千万好了 如果保镖能让风疼安心 那好吧 那有保镖就是了 我说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聚起来 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 风月 品荣 厉叔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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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 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 我是在美国接着婚 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 所以没有邀请你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风疼的女朋友 薛珊珊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风疼现在还好吗 很好 挺弱 你到了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 强心 我们刚刚采访完 风疼 风尚珠宝 是我们的产品 听说风尘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 看来是真的 这个风尚珠宝呢 是珊珊跟她的唐姐一起经营的 难怪 她们在有几款珠宝都很尽味 你们有接触过吗 那就要看谢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咯 当然有了 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 好的 一定一定 我们这个月的利润应该有两百万哦 所以下个月初我跟朗朗决定再还你一百万 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四百五十万 真难得 你居然想留一百万在身边 没有 绝对没有的 那个钱是要付给王品珠淡言费的 现在就要找名相代言加个部费了吧 嗯 值吗 值得啊 当然值得了 王品珠的配合度很高 我们已经规划好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 而且下个月她跟琉琉的专房也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至少有两家高档百货公司 知道王品珠要代言 主动邀请我们社会呢 不过王品珠拍广告 倒是有个希望 希望 她希望 她希望 你能去谈班 珊珊你这个表球很奇怪 很奇怪 有吗 也好 刚好我们很久没见的 真的吗 那下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让琳琳把行程满上 全身你要这么开心吗 我为什么不开心啊 这个鸡汤不好喝 吃饱了 我真的是来陪你喝泥汤呢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你说怎么办呀 如果风疼不来的话 王品珠会不会不拍呀 这就受不了你啊 我还怕风疼完了 他们俩旧情复然呢 你的 一副无所为的样子 还好拍了红柳来顶唱 这话说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品珠吗 我也不否认啊 好 新小姐 您很有事情需要你过去确认一下 好 风疼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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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 好 不见 现在是大老板咯 大明星 多谢你帮忙 好 就算五场不在眼也是应该的啊 好 好 好 你来啦 啊 啊 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 王小姐 我未婚夫绝对不会让你无偿代言的 嗯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 生意归生意 有交情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啊 我未婚夫 嗯 我我忘记跟你说了 嗯 我们快结婚了 嗯 对 她是我未婚妻 嗯 我一直要求你 不是 我能见证所以你跑到时尚界 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 哦 原来风尚的财务长就是 风先生你们的婚妻啊 你们说我是结婚吗 既然跨入时尚界 是不是请你们接受我们专访呢 我们也想要求你接受专访呢 可以吗 不好意思各位 风尚是由我未婚妻 还有她唐姐共同打理的 我从来不插手 所以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访问 来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 放在王小姐身上 抱歉 不失陪 哎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有需要跟王屯若小姐拍照的话 请赶紧就位吧 王小姐等下拍完可以隔五分钟吗 你说我们想用你配戴风尚珠宝的形象 给我们杂志做方便可以吗 欢迎您的欢迎 欢迎您的欢迎 请订阅我们更多的资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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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帮我请 好 各位终于请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正好 颜色都可以 应客 要唱到你的圣 secondly 天晨晨 你真的长大了吗 我看我哥跟珊珊啊 真的是绝配 一个呢喜欢捉弄人 一个又傻不忽的 每次被捉弄完了 还在状况之外 神来一笔啊 让我的哥啊 真是乐得不行 你说能把工作 泰然自录地完成 还能让王虎洛 把这个广告拍完 我看见只有珊珊了 换了我我可不行 其实磨练真的是可以让人成长 但是呢我就担心 珊珊的事业先被磨出来 我可希望我以后的大嫂啊 是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我哥的 我还不知道你 你不就是想找一样 陪你喝咖啡逛街的人 正好我今天也不用去书店 我陪你逛逛吧 我的小心思 他怎么被你一抬就撞了 我是谁呀 珊珊 你的小心思也太明显了吧 先是谈本 接下来就是约吃饭了 再看见你 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回忆永远只是回忆 你说你这不是自找吗 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 有多少爱慕你的女孩啊 我曾经很自卑 也曾经气得牙痒痒 我曾经很自卑 你说的那次经验呢 真的是让我痛彻心扉 不过我想通了 像你这样的男人 就算是结婚了 身边情地还会少吗 要避这避那儿的话 真的是什么工作都别做了 所以我决定不必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学生 你可以啊 利用情敌来帮你赚钱 你是正面赢低得很劲儿 挺棒啊 我是有的时候这女人 真比男人还阴险啊 端涛 其实 我对珠宝很厉害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知道 你怕我一头再进去 就疏忽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我越是拼命工作 我越觉得 我 我对事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说好像也没自己啊 但是在别人面前 我是真的说不出口 所以我觉得 我对于事业 对于成为一个女强人 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能够认清自己 就由于承认 非常地值得表扬 你看眼下我也不能喊累 因为琉琉比我更累 而且喊力也没有用啊 这是我该做的工作 这是我该做的工作 我要让我们薛家 在你们凤家面前抬得起头来 这是罪业的问题 但是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我不想成为 什么企业的高居主管 也不想成为什么人物 我只想成为冯太太 我只想成为冯太太 可以吗 好的 冯太太 这才是我的好山山嘛 嗯 我都想成为冯太太 你加起一点点开这两个专柜 日夜景就破六十万了 那如果再开这两个专柜的话 这会不会可以破两万吧 可不好 明天我就可以还钱这一千万了 太好了 说实话这些都要感谢风腾 是她给了柳柳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想我也不能让风腾等太久吧 我已经等不及看风腾 看着我们还完了一千万的表情了 这些都要感谢风腾 你说这活动照片都抛上去了 怎么从昨天到现在粉丝才增加不到三万呢 你可能搞错方向的 你可能搞错方向的 你们的消费群体 不见得热衷微博 是吗 我看风腾又要挂在微博上呀 我看风腾又要挂在微博上呀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珠宝品牌 加上一些小故事呀 偶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也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 怎么了 却晨晨 嗯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微博的霓声是怎么回事吗 打完老板好睡觉 完了完了 年代久远 我都不知道自己霓声是这么写的 你之前不知好歹吗 我马上改 来不及了 你要干吗 我错了 好了好了 好了我们开始拍照了 好了没有 嗯 好 好 珊珊姐 嗯 这个珠宝公司 明明就是你跟柳柳一起创办的 为什么你不想曝光 珠宝公司是柳柳的梦想 当初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 我对珠宝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到现在也是 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算算账 好 珠宝公司能有现在的成绩 就是留到一个人的空隙 好 我倒是觉得 这边 两个小镇女孩到上海来创业 这个议题蛮迷人的 好 也对 是要有点故事 专访才会精彩 如果不提两个女孩的创业 那该怎么说呢 以负债开始创业 我真是太聪明了 竟然想到这样的一批 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 我想应该也会给那些 都上海努力打拼的女孩子 一些鼓励吧 虽然小小的出卖了你们家 不过 我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在报道中提到欠你一千万 所以把你一生意改成了 贝斯大人最伟大 不 你 你怎么没有偷看人家的这鼓 没有投销啊 QQ没有投销 那 这次我改的逆枪 暴死大人 难以不 满不满意啊 我自己长得满意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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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看我的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帮大款的 即使我工作再努力 我的能力再强 即使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分公司 一直都是靠我在撑着 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的确是一个利用爱情的女人 也因此欠下了一千万 是啊 我觉得人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勇于承担 要么是推卸责任 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都是那个男人惹的货跟我没关系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逃避 要不是因为我 我家里也不会因此负债 再说了 我要是不把债还清的话 我也对不起一直支持我 相信我的风腾先生 这也是很难得的 在负债巨款的情况下 在一年之内 开了十几家营业点 而且在北京开了分店 实在是了不起啊 其实这都是业绩 在这背后 怎么说呢 就像你们看到的 只是我在独当一面 其实在我内心当中 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 薛珊珊 虽然她看起来 比较单纯 比较随和 但在我心里 一直有一点是我很欣赏的 就是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 再艰难再糟糕 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我心里 她就像一颗无瑕的钻石 坚毅 璀璨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有她的光芒 薛珊珊好像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嗯 在那儿 别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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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们看到的 是我在独当一面 看这么投入 看老金人啊 真搞不清楚啊 你看这个蒋链红了这么久 还红呢 你自己说说这些 你特别没气氛呢 我不是想逗逗你吗 你看你这么伤感 这是好事啊 我没有伤感 我就是觉得 我一看到这个吧 就想起我当初也是靠着 风月给我的资金 一路传过来的 我看到你留留书这些吧 我就心里面 我感同身受 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对 你当然幸运嘛 碰到我 你最幸运了 对 因为有你 还因为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怀孕了 我 我要当爸爸了 蒋链 我比你帅多了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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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把我捡进去了 太丁脸了 你就那么不喜欢上电视了 说穿了我只是管账的 以后公司是要完全交给溜溜的 重点是他们 你把我拍得那么胖 那么胖 我都没有说什么 好丢人啊 看起来好呆啊 我们家大鹏山终于有审美了 嗯 开队了 嗯 问你一件事 嗯 干嘛呀 你什么时候用我的福卡呀 我不摔 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呢 你看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每次逛街买东西 都是我跟风月一起 你从来都没陪我买过东西 我抗议 那好啊 明天去帮我买一件衬衬 嗯 刷你的卡 我原来都没有 我 Kommentare 走吧 我需要吧 我需要示范 我拿石灾 我给你拿石灾 爸 老婆 老婆 最后一笔一百万已经汇入 一千万全数还清 就一年了 好的好的 你跟那个柳柳也要多保重啊 对了 三三 那个大伯母呢 最近得了重感冒 大过年呢 你跟柳柳说说 让她回来团圆团圆 好吧 好好好 那就这样啊 再见 再见 刚刚三三来电话了 今天是新历年的跨年 对 咱咱说 他们俩把那一千万全都还清了 一千万还清了 是吗 对 一千万还清了 好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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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待会儿 琉琉 从今以后呢 你就开始步入一条 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道路了 你也是 但是呢 琉琉 如果在这条道路上 遇到是和自己同行的同伴 千万不要急着去去啊 给自己一个机会 加油吧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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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 瞬间 静静的 陪着你 等待那 一天 这份爱 太浓烈 附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还是风中的作严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没关系啊 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我会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 你 你 我许下了诺言 这份爱没有期限 这份爱没有期限 绝不会搁浅 你 让我 亲吻你的脸 留下最美的瞬间 爱你 我约守在你的身边 有些情侣 一年只有这一天 过得像一句恋恋 而我们 这一天七年的礼物 其余的每一天 你们都不要像情侣一样 那我好 守在你的身边 直到永远 辛苦了 天和星星都是暗色 是有点辛苦 不够做的了 我们叫胖山就是里面 庄长 你又一起我吗 是 学生生 你竟然敢剥夺我的乐趣 我是刷你的卡买的 挑着我自己喜欢的款式 我想结婚 又想抱婚礼太累了 那还是交给光月来处理 我已经想好 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 护照办好了 你带我去旅行吧 好游世界好不好 好游世界好不好 打碎了完美的月光 我会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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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去旅行 我会去旅行 我会去旅行 明天 等了好久了 我愿意 曾经有人告诉我 灰姑娘不可能 带着天下人的祝福 我愿意进了城堡 虽然 风风是个王子 但我不是灰姑娘 我只是一个 恰恰幸运遇上真爱的好姑娘 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 从此 王子跟薛姑娘 过着幸福快乐 我回来了 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 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猪吧 多危险 放心吧 是刘刘护送我回来的 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角的戒指发愁呢 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 还是有没红色的呢 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但又怕太常见了 没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 就是接触程度比较低 你眼光好 帮我选一个吧 你别动 你别动 没红色 你说的是没红色 对 这个 没红色 没红色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 不要问我 为什么呀 我有色略 色略 你真是有色略吗 你真的有色略吗 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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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略 我哥有色略 我这个当妹妹的 竟然会不知道 据我所知啊 据我所知啊 这个色略呢 是会经常发生在 男性的身上 什么大红色啊 桃红色 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 逛街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们男朋友 帮我们选衣服啊 他们太无辜了 老被我们骂 那我们得给多少天底下 男人频繁呀 郑奇 言轻 你们俩不会有问题吧 我没有啊 所以嘛 我永远都是个 当创意总监的料 而我们疯大老板 就是当大老板的料 那有什么呀 大老板只要认的 钞票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是吧 有道理 我说你们这么公开的 聊别人的弱点 这样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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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大家更开心 我们跳舞 跳舞 所以 所以 你右手手指指手招 还没完全好啊 那你自己的那么漂亮 你硬下了不少苦嘛 我发现你最近的 现象娱乐 就是搜集我的缺点 我们俩在一起 那么长时间了 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些吧 像你们这种大老板 想了解谁 花钱派人去调查就行了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就只能从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去发现 去了解 是不是 这小嘴儿越来越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好吃吗 你怎么不吃丝瓜呀 你怎么会点丝瓜呀 我最不爱吃这个了 现在也会挑食了 这也是跟你学的 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的 你哪好 你欺负我 我看你 亲爱的 你跟这个盆栽是有仇吗 明知道我对这些花花草草不感兴趣 还硬要我闻闻 自己动手 一清养性 你就是爱折腾人 大假期的人家珊珊都不能休息 还得出门赚钱 还你这未婚夫 说出去都没人性 我都替他叫去 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实在太好了 他现在开始注意到我了 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 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 开始注意到那个除了集团公告 还有很多礼拜的人 你知道吗 他现在开始学会挑食了 他已经学会在同等的高度看我了 而不是养食 都是男人呗 快给我解释一下我哥这什么逻辑啊 下旧就要开幕了吧 下旧就要开幕了吧 是吧 但是还有一批 出去来时的坠子被大姐困在了南非 来不及空运过来 你说这不是百明了又开天窗了吗 你个管财务的 这个也要烦恼你 不然啊 当然了 共中修就花了一个多星期了 如果第一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 再这么拖下去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那一千万呀 你该有注意身体啊 别那一千万还没还 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 我会整晚你给我生宝宝的 你还没办法 嗯 对 我不能太累 我要尽快把那一千万还给你 然后我要跟你结婚 然后尊真正正地成为封太太 再让你们封家 子孙满堂 嗯 先说不结婚的 可不是我 这一千万还给争执 这一千万还给争执 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情侣了 这一千万还给争执 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情侣了 对 好好吃 谢谢 比如这一款 大家最近都有看过来的星星雨吧 这个店呀 可是我未来的大嫂 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 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啊 你哥是什么人物啊 此公司开幕 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 当然要多支持啦 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 他们才可以 心目旁目地结婚啊 快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设计得还不错耶 嗯 嗯 整个都挺简单的 这里呢 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每一款的背后 都有一个小故事 您可以上前拍 冯大哥 娘先生 您好 谢谢您 一会儿来不住 冯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做设计助理 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 你先忙 你认识王红 是啊 她是自己过来应训的吗 是啊 她在国外是学术宝设计的 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这是她第一份工作 你怎么认识她 你怎么认识她 她大可是上海市首屈议制的 大企业奖 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更换可作银行的 你 你没认错吧 面试的时候她还特别拜托 我们要给她一个机会 在珠宝方面 她确实需要一个机会 不会吧 好 您好 您好 我是风尚品牌 简称FS 这是我跟我堂姐 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 其实啊 珠宝的真正价值 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 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 您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 对 我们店里也有的 但是我们 品牌的珠宝品牌 麻将雨下不好意思啊 失陪了 那我们一去看一下 珊珊 你怎么把栗树的电婚礼 追你的销售中心啊 吓吓她生气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送了她一对耳环 她说了 金无量 最好呢 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 栗树现在也当真起来了 不错嘛 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 对明拍一拍就认识起来了 对对对 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 没有借口不满了啊 我这是赚钱的知识 不是花钱的习惯 我现在还负债 我跟你说 珊珊 你看这 吴太太 欢迎要是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么漂亮地出嫁 一定会非常地不行 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 帮你下出风家老街 记住 我还有风月 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好兄弟 照顾好带 你放心吧 放心吧 黎叔 你一定要 黑狠地 黑狠地 幸福下去 一定会幸福的 嗯 珊珊 黎叔 祝你们幸福 嗯 如果郑琪欺负你的话 跟我们讲 我们帮你出去 珊珊 我至于当你在祝福我 我一定会幸福的 我一定会幸福的 可走吧 走 其实你还没有想过 想怎么办我们的婚礼吧 嗯 嗯 嗯 没关系 还有一年的时间 慢慢想 嗯 我的确没有想过 要办什么样的婚礼 你们家的婚礼 也不是我能想得来的 但我不喜欢的吗 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 要配合天气 太没有安全感了 嗯 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 既浪费钱 又不环保 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 但是我知道 你的世界婚礼 肯定众所皆知 所以 结论是 结论就是 没有结论 让我好好地想想吧 嗯 嗯 删除法是个好办法 删除法 不知不觉 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了变化 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 他身边的挑菜工 小跟班 而是静正的女朋友 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 一起解决 而风腾 似乎也乐在其中 哎 总之是好的变化 刘刘 这是我帮你买的早餐 谢谢啊 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 那怎么行 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 以后你每天的早餐 都我帮你准备 真的不用了 还有 你应该叫我柳柳姐 你看着真的很年轻 送早餐啊 这么好啊 有没有我的份啊 我先去工作了 早餐记得吃啊 这个王洪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 早餐 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 人家王洪比我小五岁耶 当我是个姐姐而已 是吗 小五岁呢 年龄不是问题 有爱就行了 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 你还不快去工作 月底结算 好吧 那我去月底结算了 爱心早餐 这五十万呢 是封上这两个月 赚下来的钱 先还给你 经店面需要献金 这个你们先留着 那怎么行呢 今天赚的钱就得还给你啊 怎么 嫌这五十万太少 看不上眼啊 等你什么时候赚足了一百万 再跟我谈还钱的事 嗯 对了 今天王社打电话来 说有一个阿姨要回你们老家 要不要带一些假象的土豆产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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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下个月 FS的业绩可以破百万 我跟你带两份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难追 嗯 嗯 对了 我要去摆个工资 哎 嗯 颜色挺好 这不太肥了 来 过一件 这不太多了 哎呀 我再去挑挑啊 沈沈啊 嗯 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 下个月初就是风唐鸡团的年会了 嗯 风唐鸡团的主公司之一 代表我又四个集参家 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 可是你不是一向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头衔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是为了投资 你想啊 如果我拿得了最优雅女士奖 大家能够注意到我身上的珠宝吗 这可是退交风尚的绝佳机会 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去买平台的广告 原来是这样呀 对呀 多划算 颜色太重了 我再去挑点 走 它不会走火入魔的吧 快走 哥 声声还在里面呐 都准备了一下午了 不会吧 珊珊竟然花一下午的时间 梳妆打扮呢 可不是嘛 你们都不知道吧 这一次我带珊珊去跳洋装 她特别地认真 她不停地问我 哪件衣服更好看 不停地问我怎么样 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 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 为了还债 她走火入魔了吧 不了解她吧 能让学生生走火入魔的 只有 就会不会吧 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 最优雅的事 当然了 而且翻成国洁明 这样我的礼服钱就撞回来了 橙胶 是吗 是吗 好 洪洪 刘刘 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 我等你啊 等我啊 对啊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来 刘刘 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 得奖的是 薛珊珊 谢谢啊 薛琉琉你很可以啊 两个月不见又帮上打款了 刘成浩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把那一千万还给风家 一千万 花了 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 我刘成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 全通事业啊 要不是当时你去风腾那儿多嘴 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 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 难道负责人不是你 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 我告诉你 你卷走了公司一千万 你是违法的 一千万我会再赚回来 然后将去里看 是啊 又走了 这店规模不小呀 拿我爸那五百万开的吧 你要干什么 我发现我拿走风腾那一千万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爸这五百万 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 游程浩 把钱还给我 否则我就告你去 好啊 那我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先抓谁 报警 你个臭娘们儿你还想报警 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报警 报什么警你放我 要干什么 你谁闪开别管事 喂 刘刘 我在参加互当年会呢 孙莎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了 打这么多电话 刘晨浩找上门来了 什么 刘晨浩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都是网红帮我挡家的 小案子 小案子 你不要报警 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 不要硬着来 好吧 好 那你们先休息 辛苦了 那你们走吧 谢谢 谢谢 游程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 我已经让言情联系过律师了 这两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 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 不用 医生也说了 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 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 我想游程浩一时办活 也出不了公安局 你们两个忙了一晚上年会 都累坏了吧 快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 对对对 风大哥 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真的好得很 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 还想找机会跟刘刘独处 看样子是真喜欢刘刘啊 那好吧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 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行吗 再说吧 行了 你们两个快回去吧 行 好好休息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坐下 你头发疼不疼啊 有一点 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刘刘吗 指着她看起来年纪太小 刘刘就一直拿那个当挡箭牌 不过据我观察 这个王红啊 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 婶婶 从明天开始 你不要去上班了 为什么呀 出宝店本来就有风险 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 遇到怀人 你们两个怎么办 这次只是意外 我们定有保全系统的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歹徒呢 大不了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总之不会起争执的 你们两个是女孩 如果他们要的不止是钱呢 风腾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不会发生这种事 您太没有安全意识了 我现在告诉您 那一千万不需要还 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 你不用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 珠宝店不能 因为邮程昊这个意外 就就就就就不继续下去了呀 珠宝店是因为一千万而开的 你听到我说了吗 你不需要去了 你不需要呢 峰腾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珠宝期间店 不光只是为了赚钱 他还承载着琉琉的梦想 琉琉好不容易 踏出了这一步 我不能因为邮程昊乱来 我就 就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 是不是 就是说我不需要 你还那一千万 你还是要经验珠宝店 疯疼的脸色这么臭 我能跟她说实话吗 那个 那个 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 你可以想 但这是我的酒店 我去找你 傅先生 早餐已准备好了 好 谢谢 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 那个 那个 昨天已经让王红和刘刘休息了 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 那我去上班了 那店怎么办啊 疯疼 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刘刘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 当时不要有店面 免得人人耳目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就是说不害怕 是假的 但是想想 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 都要面对这些危险 那要像你们疯疼几百亿的集团 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 湖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 虽然你很强大 我只是一介弱女子 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 我都挺不过去的话 那我今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 遇到游程浩这样的意外 我就躲起来 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 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 对不对 游程浩 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 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 这些连吹带捧的话 哄你呢 虽然脸色不好 但是风疼也没有强硬地 阻止我去店里 应该算是过关了吧 哄哄 哄哄